在上星期逝世的美国著名福音派牧师葛培里的灵狗 在美国时间星期三被安放在美国国会圆顶大厅被外界尖养 美国总统川普夫妇、政府官员以及国会领袖 和葛培里的家人一起出席了灵狗到达仪式 公众役排队向这名著名牧师围体告别 过去曾经有32人的围体被安放在国会圆顶大厅被公众瞻养 包括林肯总统和肯尼迪总统以及部分军事英雄 部分没有担任过公职的美国公民也能享有这个殊榮 2005年世世的民权运动英雄罗萨柏克斯的围体就曾经干放在圆顶大厅 葛培里牧师是第四名获得这个殊榮的非公职人员 也是第一名宗教人士 葛培里经常被称为美国的国民牧师 总统的心灵顾问 从1940年代的杜鲁门总统 到近年的奥巴马总统 葛培里一直是历届美国总统的灵修顾问以及助上宾 这名福音派牧师几十年来 在全球各地举行报道感召了千百万人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